虽然男女主曾经定过娃娃亲这种剧情有点俗,但是放在梦华路中就很香。 随着两人感情的加深,顾千帆和帕尔坦白了自己曾有一段婚约,也就是娃娃亲,却不知女方正是赵帕尔,赵帕尔也记得自己曾经的婚约,只知道他叫肖凡,不知道他叫顾千帆。 只想说,这剧情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 帕尔是因为负罪被没入乐极的,在此之前,他的父亲是朝廷的官员,和顾家算是世交,因此帕尔很小的时候,他的父母就和顾家女儿,也就是顾千帆的母亲定下了婚约。 当时还没有顾千帆这个名字,他随父姓,叫肖凡,因此帕尔只知道自己的未婚夫叫肖凡。 后来赵家被诬陷,赵父去世,帕尔小小年纪被冲为官妓,沦落到了青楼。 当年的肖像为了自保,弃赵家于不顾,自己也躲到了天高皇帝远的江南,顾家重情重义,本想施以援手,却自顾不暇。 顾千帆的母亲痛恨肖像不肯仗义直言,于是同他和离,顾千帆过继到了舅舅名下,当年的婚事也就此作罢了。 最初帕尔为了救顾千帆,说他是肖像公侄子肖凡,其实并不是信口胡说,而是他确实有过这么一桩婚约,只是随着他家的没落,婚事也就没了。 所以顾千帆当时听霸似笑非笑的表情,是因为帕尔的歪打正着。 当顾千帆坦白自己的订婚室之后,不知道赵帕尔是否能够认出他的前前未婚夫,还是要等到顾千帆肖家长子的身份暴露呢? 感谢观看